欢迎来到丰IMD! 祝您在工作和学习中度过富有成效的一天! 我们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看今天的新闻! 娱乐圈当红女星迪丽热8的硬原色是什么? 娱乐圈当红女星迪丽热8曾在某社交平台以及节目中提到自己的硬原色是眉红色, 至于在其他的颜色当中,黑色、白色、粉色以及蓝色也同样是他比较喜欢的颜色。 关于迪丽热8这个新疆美女演员很多网友都不陌生, 毕竟她的长相跟娱乐圈当中大部分的女演员还是有一些差异的, 因此更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。 迪丽热8的父亲是新疆歌舞团独唱演员, 或许是受受父亲影响,她从小就对各种艺术类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 无论是钢琴、舞蹈、小提琴都喜欢玩。 她的父亲看到女儿那么喜欢音乐之后, 直接在她9岁的时候送到了一个专业的舞蹈院校, 学习了6年的民族舞跟芭蕾舞专业。 等到毕业之后成为了新疆歌舞团一个普通的舞蹈演员, 当时的迪丽热8并不甘心当一个普通的舞动案演员, 所以选择去东北师范大学民族学院读了一年预科, 并在此期间参加获得了少数民族新歌大赛省级3等奖的成绩。 这时候的迪丽热8有了外出闯荡的想法, 想要去大城市看看跟学习, 最后以出色的表演才能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。 由于长相跟舞蹈都比较出色, 不久之后就主演了红色革命剧《阿纳尔罕》, 这也是她个人首个影视作品。 她在剧中饰演的女主角阿纳尔罕, 给不少网友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 在这个剧播出成为了城市网全国同时段收视率首位的成绩之后, 迪丽热8也因此受到不少人的关注。 有了一定名气之后的迪丽热8, 先后参演了《风中奇缘》、 《古剑奇谈威时代班书传奇美人制造》、 《逆光之恋爱的阶梯》等影视作品, 从一个有一点名气的演员, 摇身一变成备受大家关注的当红女星。 感谢您收看此视频。 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并打开通知铃以查看我们的最新视频。 谢谢,下个视频再见。